给大家看看HU100全楼空的看到真实面目的这个锁片的动作 这是一个HU100的钥匙 HU100这个锁片锁的钥匙 我再用HU100给大家演示 看看里边的片子的全部的真实动作情况 工具插入以后 我们开始测试锁片 一三五七是在上远往下敲 二是在下远 这工具在下远实际上上敲 二次溜吧 这个时候知道尺位以后 我们开始推杆向开启的方向加力 我们测试一看是动作这个 是个动作 再看看三三是不动 这时候翘杆向开启的方向 推力 这款锁它的结果是因为它是货富公司成长的 它的片子有有那个仿佛那个卡高 要一个一个的往前走 一下撬到底可能就会过 通过不能撬到底 通过测试 撬一个盒再测试 这动作就撤到下一个 五动的再继续用一下撬 四到位了 六是动的 八五动 好 开了 完全跟钥匙一样 这个锁是八个片 我给大家介绍一款 HU100 这款工具的使用方法 我们先用钥匙测试一下这个锁 这个是一个全镂孔的锁 能够一目了然的看到其内部的片子的动作情况 我们用定位开 开启这款锁 我们首先讲HU100工具 插入锁孔 对片子进行测试 看看工具对不对 如果每个都有弹力 就算是插对了 这个一是有弹力的 这个三是有弹力的 五也有弹力 七也有弹力 所以肯定就是2468了 二 四 六 八 都对了以后 工具说明都对了 都有每个孔 每个弹片都有 都没有阻力 测试的时候 下面我们就开启 向开启的方向加一个力 推板 我们去测试 每个片子 不是上去就去翘 而是通过测试来实现 解除每个弹片的锁壁 这时候我们测到第三 是没有阻力 是有阻力的 一点不动 你看 一是有 没有 一是弹动的 没有阻力 我们测试三 没有弹动 它是有阻力的 我们解除这个锁壁 再测试 冬了 我们再看下一个 五 千万不要忙碌 乱 乱翘乱点 五 测 主要是测试 测试解除 五不动 翘来翘动了 再找下一个 七 四动的 我们再返回来 再检查一遍 再测试一下 五十动的 三十动的 一十动的 这个下边的 解除了四个 再看上边 上边的二不动 看手法 不是这么 各手抓着开锁 而是这么 就这一试 压放压放 一试 不动的 我们用手 控制这个力度 听到一个响声 再测试一下 动了 就扰过去了 再看下一个 还是不动 不动 我们再 给它 通过翘加力 控制 扰皮 推杆 不能让别的凋了 还得让它能敲上去 就是回到一个恰到好处的力 动了 再看 六 六是动的 再看八 八是不动的 我们来敲一下 让它从锁臂状态解除 动了 这个时候锁心旋转了 我们来看看 你看看 动了 看这个 这种情况 那是到位的 这是到位的 这是到位的 就只能微微一点点 这个手感要求非常的强 看看吧 再看看下个 一 声音都听得出来 三 五 七 大家看到没有 是因为这个锁片跟锁套之间 它有一个间隙 我们就通过这个间隙找到它的感觉 看 一翘 它是动的 一翘 它是动的 我们开锁的时候 就通过这个间隙 找到的它的那个主力 它应该是在卡槽的 我们对锁心进行推 用推杆 让它旋转 使这个锁臂状态的那个锁片 产生摩擦阻力 我们 它有阻力 我们压着它不动 我们就感知 它是不动的 动的呢 它就是已经解除了 就是这么个情况 你看 不动的 一解除就动了 动的 不用解除 动的不用解除 这个不动的 只要是不动的 把它撬出去 从锁臂状态 撬成开启状态 看 开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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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另一面 大家说 这个定位 开不了锁的主要原因 就是手烤锁 它是一个准确定位的工具 而且能看出来 从外边用手感 用眼睛都能看到这个销子的弹跳 这是动的 80度钟的 解除了 就 开了 好了